第七次的投赏文学众伴供 今年情歌以快意旧书写 美丽新世界 向丁丽的河以及既当时代的 业文作家地境为真正的主题 总共有387个来投赋 家里市长头身体标识 家里市人数位家人在不出 日本厦推广及不宏都尘 特别是每年 就由主持作家为文嘉义典 来启兵民众进入外团领业 无论是文艺在得也就是文艺所情 都是对这个土地属下及记录 为无关的时刻 看家义对土地尽高的尽感 不知尊运理事丁专 第七次投赏美学众班众丁丽 跟市府团队 中政大学江波特教授 并信甘北老师 兵路老师 像昆华老师以及王帝宏老师 丁贵宾和帝宗教授 共同建政资楼文学新记院 而且好的作品越来越多 我们很高兴能够有这么多好的作品 来这里创作 来这里描述嘉义的各种进步 各种历史 还有各种值得大家能够来怀恋 或是来享受的一个地方 希望说恭喜他们得奖的朋友以外 希望大家都能来看他们的作品 来体会嘉义之美 那当然我今天有特别想说 希望我们的文章不是只有诗情 还能够再到 再嘉义之道 让我们嘉义的种种能够 藉由他们的生花妙笔 更传到台湾各地 传到全世界 文化局表示 华七岁投赏文学中 称赫文担新秀 与文人士喜爱 接触分作 现代史、三文、地平修设 修平文丁丁四周 亦中修设做修正 中东西的地材 跟社理台以上作结合 将嘉义七文化局 库局长邦正如 以老家为地属下 也应赫三文做优算 谢谢新闻 蔡平棚 嘉义七彩 彩虹报道